先前,我们在世界里头,学佛的人不少啊,这些学佛的人,灵敏宗师,一个念头错了,多三五道学。 阿赖耶诗里头,有佛法的种子,有三宝的种子,这个种子,金刚不坏。 它在畜生墨灰地狱,要是遇到云,阴阳几现性。 那,届时都在地狱到底,它后悔。 一般状况之下,只要后悔认错,就能离开地狱。 那,为什么还有很多真的后悔了,它也不能离开地狱。 原因是,它跟众生借的冤仇太深,借的太多。 佛菩萨想帮助他,那些人扰乱。 啊,这个是让佛菩萨也无苦难乎。 怎么办呢? 等他们渊渊相报。 报到差不多,两方面都就无了。 觉得这个没什么意思。 何苦呢? 啊,抱来抱去,双方都痛苦。 不是一方啊,双方都痛苦啊。 而且双方痛苦的状况,应该是平等平等。 啊,这一种报复,就毫无意义。 即使是我的报复,我受苦三分,他受苦七分,还是不值得。 啊,如果说我的报复,他受苦,我不受苦,没有这个道理。 无有是处。 啊,愿不能解。 怎样才不给人解厌? 啃吃亏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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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啃忍让。 这问题就解决了。 啊,不啃吃亏,不啃忍让。 这个戒只有加深。 没有欢呼的现象。 那,那如何使我真正能把愿解解开了? 没有别的。 一定要接受佛陀跟圣贤的教委。 常识期,有佛菩萨教会,有圣贤教会,慢慢呢,你把这四十真相都搞明白了。 自然就放下了。 欢喜放下。 啊,欢喜吃亏。 欢喜,让步。 啊,这是你真正功夫得力,智慧心情。 能看得出啊。 还不肯让步,还有运气。 这问题没解决。 因此,您看得下个表示。 但是, 현재运气。